另外 建国科技大学 组有谁的学生 是在这种化学的旗子路 用这点旗子 也会给民众来的募集发票 应该这个社团的主席说 因为募票是5万兆 募集已经是募集到一般5千兆的发票 应该将这对众的竞争 转播来观赫洪德大人基金会 来帮助需要协助的老大人 其他说的民众 可是我能看到这募集发票的对方 可以拥有来向盈 建国科技大学爱心实用者 并支持统造老人基金会 传统助老活动 建国科技大学 爱心组有谁的学生 可以到这种化学的旗子路 要来募集发票 要将这种发票 关于宏德大人基金会 经济常务学生表示 募集已经没有这1万5千兆的发票 以来希望可以没有这5万兆的发票 并且在明年来发起 看到统造老的这些化单 然后我们跟宏德大人基金会合作 然后预计募捐到5万张发票 那目前多少 目前的话有到 发票数现在已经1万多了 对 募集发票要做什么 募集发票 我们要帮助长辈 青年列车计划 然后我们要去环岛 环岛我们主要是服务 小孩跟老人 因为没钱发票上去大众 有1千万 所以也会没钱发票 在外面出现后 没做做改 不过社团主席 都非常感谢这种化人 因为很多店家 也跟民众看到他们的行为 都是很有爱心的来趕紧 找这些化票来趕 国家希望这种爱心 可以帮助宏德基金会 对着大众 募款发票的时候 其实很多店家 都是没有先准备发票的 所以他其实看到我们的时候 都会有点小害怕 但是其实 其实我们在跟他说明活动之后 他都有时候会捐钱 或者捐发票给我们 然后其实张化人真的很热情 真的 对 我们当然是希望 最好是千万跟百万都落在我们身上 然后能帮助一些长辈 然后好度过这个年这样 看到这么多这大学生 可以现出爱心来不及化票 你们众都是相当困点 参谋的学生 专事希望 早日到达这五万顶位的目标 中西省文龙漢经 中华报道